有不少公众收到一则提醒年长者 今天必须到SMRT售票处 领取50元的公共交通旅缺的简讯 导致多个售票处大排长龙 那卫生部及交通部呢 澄清简讯内容有误 年长者无需赶在今天去派对 一则呼吁年满60岁的人士 今天到任何SMRT售票处 可免费充值50元的简讯 今天流传开来 卫生及交通部表示 这则简讯并非源自于他们或通联公司 并强调简讯内容不准确 当局已经针对这起事件展开调查 虽然如此 仍有不少年长者在听到消息后 赶到地铁站排队领取礼劝 毕山地铁站也出现长长的人龙 他讲快点去拿 我说没有这样的事情 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可以拿 他说可以你过去 快点过去 那拿到了 作为SG50勒林配套的一部分 符合条件的年长者将在这个月内收到SG50勒林公共交通礼券的通知信 他们可平信前去售票处或地铁站内的自动充值机换取礼券 当局也决定把原本在这个月15号领取礼券的日期提前 符合资格的人士可从今天到明年12月31号期间领取礼券 佩栦纪